复活期第七周星期四 和尔为一 公读圣若望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举目望天 祈求说 我不但为他们祈求 而且为那些引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 愿众人都和尔为一 父啊 愿他们在我们内和尔为一 就如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 为叫世界相信 是你派遣了我 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 赐给了他们 为叫他们和尔为一 就如我原为一体一样 我在他们内 你在我内 使他们完全和尔为一 为叫世界之道 是你派遣了我 并且你爱了我 如爱了他们 如爱我一样 父啊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愿我在哪里 他们也通我在哪里 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 因为你在创始之前就爱了我 公义的父啊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你 这些人也知道 是你派遣了我 我已将你的名显示给他们了 我还要显示 好使你爱我的爱 在他们内 我也在他们内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谦的兄弟姊妹 早上好 今天我们将反省一个非常记守的话题 就是中国教会的合一问题 那既然记守 所以我也没有把握能讲好 另外在这短短的15分钟啊 咱们也不能面面俱到 所以我就有感而发吧 所以请大家担待啊 我记得20多年前啊 我刚修道的时候 大家就在讲合一合一 一直谈到今天这个话题 还没有中断 不过合一啊 也没有多大进展 反而在很多教区 越谈越分裂 有时啊 从人性的角度看 真的有点令人失望了 咱们不要说整个中国教会 就一个唐区的分裂 要想合一 都谈何容易 不过 虽然不容易 我们还是要谈 虽然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还是要向着合一 努力迈进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心愿 是他临趋势前 苦口婆心的祈祷 他知道他的教会 讲如同他一样 在十字架上 被撕裂 被羞弱 被阴谋算计 所以他给了我们保证 我也战胜了世界 并且呢 他也向天父祈祷 求天父保持我们合而为 在这个祈祷词中啊 也就是我们合一的秘诀 所以虽然合一路上 困难重重 我们仍然满怀信心 对天主圣神满怀信心 对主耶稣的话 满怀信心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 依然分三小段 第一呢 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合一 第二合一的困难 第三呢 怎么合一 我们招重看第一段 第二段啊 那么有关合一的危害 或者合一的其他方面呢 这里这一次分享 咱们谈不到啊 我们只能谈一谈 我所说的这些 咱们先说合一到底是什么 那么先看耶稣这句话 耶稣说父啊 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 就录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 就录我们原为一体一样 那么从耶稣的这个话中 咱们看几点 第一 合一的根源 是以天主合一 也就是说 合一首先 得以天主和好 合一的开始 那么事实上 教会分裂的根源 是因为我们以天主分裂在先 教会分裂的根源 是我们每个人的罪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不单是那几个在教会分裂上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教会的分裂 分担责任和后果 因为是我们大家的罪 造成教会整体的衰弱 那几个导致教会分裂的主教神父 其实未必就是元凶 看得见的未必是元凶 他们有可能只是戴罪羔羊 当然我并不说 他们不需要负责任 那么但是说 他们到底要负多少责任 可能只有天主知道 因为有时候 秘密的罪过 对教会造成的伤害 往往比公开的罪过更可怕 第二呢 合一必须是圆满的 整体的 合一需要外在的合一 和内在的合一 内在的更重要 这内在的合一就是 同一的信仰 同心合一 相亲相爱上合一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地方教会 特别强调教会的外在合一 咱们走到一起 一看教宗的穆罕 哗就往里一起走 他不顾内心有没有合一 所以导致的结果都不好 他们认为只要到一个教堂那祈祷 弥撒一共计就合了 理论和实事上都告诉我们 这是行不通的 也有些地方呢 就强调相反 强调心灵精神的合一 对于外在的合一不重视 心在一起就行了 其实也忽略了 教会的合一是指的 不但指的心灵和教会的合一 就指的一亩一战 内在外在的合一 这个合一也就是我们 听上说的圆满的共融 比如一个主教要和教宗的共融需要圆满的 心里承认教宗 口上也得承认 第三呢 合一是爱真爱的合一 这一点我是整对有些高唱合一调的人说的 我们在有些人身上 没有看到任何丝毫他们对教会的爱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什么叫合一的呢 一位北方的神父对我说 他说那位神父太令我们伤心了 教会都成了这样了 他还一意孤行 攻击所有的神父 把本来已经伤痕累累的教会 再弄得支离破碎 他根本不顾教会的死活 教友们的死活 弟兄们的死活 今天呢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当然有神父也有教友 比如有了神父 根本都不想当神父了 他们传教的时候 所到之处 无不弄的是乌烟瘴气 伤痕累累 主教都不得不停止他们 可是突然之间 这些人拔地而起 借着地上地下分裂的这个机会 找到了自己的一块田地 并且口喷怒烟 口吐怒烟 就好像默示路上那条 口吐恶水的毒笼 把他的水吐在那些 为天主而奋斗的教会身上 那么这种人就是 教宗方济各所说的那些不冷不热 转门与其叛逆之徒混在一起 不学无术 不为自己的问题祈祷 而讲自己的恶臭 吐在圣徒身上的人 简让心斩吃飞一下 174页 那么第二呢 咱们就看一下 合一的困难 我觉得合一的第一个大困难 就是自私 那么自私是罪恶中最丑陋的一个 它是合一的最大困难 从古到今 我们知道自私的人 为了自己一级自私 宁可让整个民族都为他们陪葬 他们也在做不惜 自私的可怕 还在于他会化妆 掩饰自己 讲自己的自私 打扮成慷慨大方 好像的这样的姿态 明白点说 如果教会的合一 影响他们的利益 他们会寻找几万个 合一还不成熟的借口 不能合一 时机不成熟 是时机不成熟 还是他个人的时机不成熟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其实只有一个理由是真的 就是他们的自私 那么这个自私有时候还会 以另外一个姿态出现 就是倡导合一 那也不是他们真爱教会 他们喜欢教会合 是因为合了以后对他有利益 所以他不惜代价 倡导合一 其实他不顾忌 这个表现就是不顾忌 教会的任何原则 原理 就好像这一对人结婚 他们有没有互相相亲相爱 我不管 反正让他们结婚 他们结婚我有喜酒 我可以拿彩金 我可以拿媒婆的钱 其次 浩大喜功 有些人讲中国教会的合一 看作自己的 这个事业和功绩 其实这也是自私 其实更好说是野心 浩大喜功是野心 他们不给予力推进合一 为了合一 不择手段 不顾教会的真理和原则 对于那些不符合教会原则的事 他们不看不问 什么自算自生 什么爱国会 什么参加非法活动 对他们来说都不算什么 他们嘴上不说 行动就是这样 只要前来求宽 他们就宽 不管以后 只管现在 是否能够加速他们 合一事业的步伐 加速在他这个在任期间 使这个合一达成目的 有神父告诉我 他们就差一点名说 你可以加入了 就差一点说 你可以被教了 为什么 因为对他们的语气姿态 就是告诉我们 那不算什么 令我们气恼的是 这项的人 往往是教会的高僧 深居高位 却弄得自己像一个政客 说人 见人 说人话 见鬼 说鬼话 左右 风缘 把中国教会 弄得乌颜瘴气 中国教会的乌颜瘴气 就是一个道理 没有一致 不清晰 不具体造成的 其三 激功尽力 也就是没有耐心 浩达西功的自然结果 也就是他们对于合一的仕途 大跃进 教宗方济格说 一个仕途恨夸不同成长阶段的人 没有耐心的人将不再是受造物 而成了为反抗而来的虚假的造物主 也就是追求自我 没有耐心的人 愿意立即拥有所有 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会造成破坏教会 破坏家庭 破坏信任和忠诚 其次呢 不服从 一个地方没有服从 本身就是分裂 服从是合一的基础 今天咱们中国教会 严重的缺乏就是服从 没有服从 何谈何一 一个不服从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谈何一 当然 这个服从需要有时候在叛逆的勇敢中彰显 不过这个要在十字架中展现 第五呢 是忠信和忠诚 中国教会的分裂正是考验咱们的忠诚忠信的时候 因为考验就是忠信和忠诚 常说的话 家贫出孝子 果乱出忠诚 这句话用到教会身上 所以咱们也不要太悲观 教会的分裂是天主进化我们的一个方法 天主只有借着教会的外在的分裂 使我们教会诞生出真的天主子民来 第三呢 咱们简单的再说一下怎么样合一 这不这个合一啊 我想 第一呢 用我们最常说的话 就是在真理和爱中合一 真理是爱的基础 保障爱 爱是真理的表达 这两个是一个 那么教会的合一 一个是得坚持真理 第二个呢 还得顾及爱的 这两点缺一不可 第二呢 合一需要在圣神带领之下合一 圣神是合一之神 只有圣神洞悉每个人的心思念力 只有圣神可以在每个人心中起敌默化 驱除合一的障碍 充建合一的能力 没有圣神 合一就是吃人说梦 那么第三呢 熏习简进 分裂不是一朝一夕 同样合一不要一粗就成 就像我上面所说的 激功尽力 那种激功尽力 只能造成教会的更大分裂 咱们就知道在穆罕下来之后 好多人开始唱到合一 结果弄了三四个 这个当然呢 我们也不能说 一杆子打死都是这样的 但是至少有这个趋向 我们知道 走进一个教堂容易 走进人的心灵很难 所以合一啊 好像两个人的和好之路 必须要 所以做好准备 彼此学习放下自我和骄傲 学习放下宽恕 需要学习宽恕和忏悔 尊重和希望 只有这样 我想教会才能慢慢的 尽早的走向这个合一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至于说 还有很多详细的细节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能一一的谈了 我们祈求天主圣神 带领我们吧 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一起唱一首短歌 圣神的风 圣神的雨 圣神充满在我们这里 我们被更新 我们被改变 在圣神内 何而为 圣神的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